不可能 凭什么 这不公平 公平 你杀成功的时候 何曾想到过公平 废话那么多 你怎么还没死 我已经死过一回了 再次一次又有何妨 属下无能 未能保护好主公 但若只能让少主活下去 也算没有辜负主公 给我的第一个使命 就让你这无耻之徒 亲眼看看 一日的风景 我愿以何胜全部灵力 作为陷阱 解开封印 超加霸净 使变阶罗 最强于尽 拥赢我大魏守护之力 原来这力量 就是诸位将军 真带天有少主 于尽 每天都释放我们的 居然是你 你不是以生命为 担战天还在封印 难道是已经找到了 可以继承 成相一致的 曹家后人了吗 就是此人 拥有武神区的 曹家后敌 既是曹公后敌 我徐楚 自当追随 之后 你的决定未免太过草率 不错 那孩子真是个娃娃 就算是淘家后代 如果没有继承成相的雄心壮志 我等一不会决心跟随 诸位将军 我追随主公这些年 见证了少主的成长 文泽愚钝 始终以为少主 今乃一介反复 但仅凭一身血肉 少主也展现出了 枭雄之相 将来必成大器 我女计 已就无法再战斗 恳请将军们 包括这大魏的火苗 我女计 没有遗憾 余将军 你牺牲自己 来释放 这份遗志 由我无师 为你启程将军 没办法 就像衣服在这小魏身上 有言百先 你是不是丞相的后裔 他若是个熟摸春光的家伙 老夫第一个把他奔走 我根本珍û 不要 五神区 这是作弊 这是耍赖 眼镜 少爷 你不要过来 你想打赢我 做什么本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